欢迎回来 欢迎全世界 我们继续来看 国安会前秘书长苏起 他先前因为出书 所以他预言 在他的书中内容就预言说 赖清得上任之后 两岸的现况 四到五年就可能会game over 这话蛮严重的 那么日本研究两岸问题的权威 在画面当中 这位东京大学东洋文化研究所的教授 松田康伯 他认为苏起是太轻忽了战争的困难程度 他说中国大陆要是真的出兵攻台 美日两国势必都会卷入战局 而这将会大幅提升 中方动物的成本与代价 但是他也提醒说 过去能做的都做过了 剩下的都是非常棘手的问题 他说两岸已经进入了深水区 过去能做的都做了 剩下都是非常棘手的问题 我觉得这句话真的是关键 到底棘手的问题还有哪些 他说剩下来的都是非常棘手 既然棘手就很难处理 但没有想到 过年又发生了惊吓海域翻船 致死的事件 到目前为止协商了12次 都还没有结果 我想先请教师董的是说 对于台海的局势 听到日方的看法 跟台湾这边对于 好像我们想说 对于台海局势 甚至是可能的战争 在感知上面 为什么落差会这么大 昨天在风传美的活动 前张默总长李希敏 他就讲出一句话 他说日本演练从无派兵的选项 我觉得这一点把日本的立场讲得很清楚 大概在一个多礼拜前 日本一个刚退役的准将叫三本圣野 就是三本56的三本 他也来台湾访问 然后在欧洲的一个智库 在台北 欧洲智库在台北取办的一个小型戳谈会里面 他有一个类似的一个论调 就是说好 所谓的台湾有事 日本有事 但是日本能做什么 一方面因为宪法的规定 一方面因为其他的一个政治因素 日本基本上也是绑手绑脚的 这选项当中没有出兵这个选项就对了 事实上非常非常的难 除非说中国大陆人民解放军 直接对钓鱼台或者直接对琉球 因为琉球那边有非常多的一个美军 有直接的侵略行为 对 否则基本上日本的手势非常棒 是绑在一起的 那台湾有事 日本有事 本来就是一个政治口号 安倍在任的时候不讲 下任的时候讲得很大声 台湾的捐款就很多 大家都知道是这样的一个东西 那整个为什么说日本方面或台湾方面 对于战争的一个感知非常不一样 我自己是认为说 的确中共对台动物它的一个门槛非常高 它必须要在很短的一个时间 在日本和美国来不及介入的一个情况底下 就控制了台湾各重要的 比如说基础建设 机关 交通要道等等 这要有多强的一个运输能力 他要筹配这样的运输能力 按照接种也就是国策会的专家 他的评估起码起码也要三个月 你说这三个月日本跟美国 大家都不会没有察觉台湾方面没有察觉 所以战争的一个可能性 我基本上是认为相对的事实 真的是没那么大 OK 台海的气氛最近为惊吓事件 确实不太稳 这个全国人大当中台湾省的代表 就是全国台联副会长周振球 他在两会开议之前就表示说 两岸关系短期他认为是不太乐观的 那么但是也不用太悲观 因为两岸交流交往是民心所向 而中央社的分析说 在两会期间有两点特别值得注意 第一个就是中国大陆的主席 也就是中共总书记习近平 会不会在两会上发布涉台的讲话 另外第二点就是全国人大 会不会在两会期间进行 反读促容的相关立法 所以有硬有软 硬的部分我想请教吴越老师 您觉得两会期间 这个反分裂国家法 有没有可能做出一些重大的修订 软的部分促进两岸交流 就是促容的部分 还可能会推出什么样的相关政策 我们讲的是说 全国人大会不会针对台湾议题 不管是硬的反分裂法 要不要制定进一步的所谓的 施行细则或者具体办法 或者软的就促容跟促统上 会不会进一步立法 让台湾跟大陆方面 慢慢走向一个所谓的 同等待遇一国内部化 如果从目前来看 似乎激励不是很大 不是很大的原因有几个 第一个来讲的话 依目前的这样一个议程的规划 大概没有看到这样一个有关于议案 那议案目前为止 大概只有大陆方面的国务院组织华 这是明定在今年要审议的 可是到3月4号 就是在全国人大开会前一天 那发言人一定会举行记者会 他会进一步公布所有的议程 那这个大概就比较明朗 先定掉 对 3月4号才会明朗 但是大概大陆方面的领导人 针对台湾选后的这样一个两岸的情势 来发表讲话 我觉得几率是高的 因为我们可以看到说 从1月13号台湾大选结果之后 那到目前为止大陆方面来讲的话 直接有回应的 针对台湾选举回应的无非几个 那第一个宋涛一定有 那第二个王毅也有 那第三个就是我们看到 那王沪宁在2024年对台工作会议上 也间接的表达跟看法 但大家一定很清楚 作为大陆方面最高领导人的习近平 会不会经过所谓在两会当中 下到团组或者群组当中 来表达他的主张跟看法 如果他表达主张跟看法 那当然就一锤定音 所以我们常常讲说 看两岸关系选后到520这段时间 其实两会是一个初步的观察 两会之后到520之前 才是两岸关系比较属于微妙的紧绷时期 依目前的角度来看的话 美中关系的管道是畅通的 而且在两会结束之后 520之前 我相信美中领导人应该还会通话 那第二个 台湾内部的政治情势 也发生了若干的变化 包括台湾那方面立法院 也正式审议了 那在野党派在立法院 目前为止是拥有所谓相对的优势 所以在多重的因素制约架构下 如果北京透过这样一个 单独立法的方式 来加以所谓的反独 或者来触统来讲话 会不会所谓限缩的 自己的战略空间 或者限缩的战略选项 他还一并会考虑的 像老师刚刚讲说 台湾其实也非常的关注 美中两大国的元首 到时候对话会 特别提到台海的部分 会有哪些 风传媒的董事长张国军 他就认为说 台湾已经被推向了 大国博弈 还有军事冲突的前沿 他特别点到了 这次的惊吓海域冲突 说已经过了两个礼拜了 仍然没有最终达成共识 也没有解决方案 大陆的海洋装备与公务船资讯 在微博上也揭露出 说海警3000吨级的巡逻舰 3306舰 1号就出现在金门 跟台湾之间的海域 那么也传出说 跟台湾海巡署3000吨级的宜兰舰 彼此在海上对峙 其实在第一线执法的官兵 真的是非常的有压力 我们可以想见 如果这件事情一直拖下去 绝对不是一件好事 上次给我请教 如果两岸海警海巡就持续 未来在海上对峙的次数增加 而且不断的频繁 现在也传出说 有可能僵持不下 是因为要测试互相的底牌 这样下去可能要先思考的 结果会是什么 第一个 第二个 您觉得降温收尾的关键要素会什么 我们有什么底牌呢 我才在问 在所有在僵持当中 就是说的意识形态 又我们挺住怎么讲 我们的底牌是什么 要知道从过去来讲 渔船的冲突 在我跑两岸新闻 这30多年来不知反己 可是在两岸当中 无论过去海警海协会当中 能够处理 大家有共同默契 就是大事化小 小事化无 该处理该赔偿的 就快速的处理 不让它扩大 因为渔船冲突在上一层 也就更接近底牌的一层 就是我们讲海巡舰的部分的对立 再近一层的部分 就到达最可怕的就是军事了 就一层一层的底牌 就是往军事 在这几天 在整个有关于 这次机架海域冲突当中 最忧心忡忡 我们看整个民党政府里头 就国防部长出国政 他再三的意思是讲说 一定不能够失去缓冲 那么可是失去缓冲 从军人的角度来看 就知道这就是我们的底线 安全各方面两岸战争的 就你越靠近那个很恐怖的 不能失去缓冲 可是却从政治的角度 或从政治人物 特别民党的政策来看 他觉得是退让 所以这样子的意识形态 政治解读 跟我们所谓在两岸关系解读 这就是这一次 金面海域冲突最大的问题 而且连专案报告的名称 都要在那边僵持不下 难以想象 撞传 它是事实不是吗 所以就是这样子 所以现在就是整件事情 在开始出现之初的时候 你就看到很多的立委乱方法 包括媒体的大杂音 要是在过去这些事情上 当中来讲 国安会介入 国安会尽可能的 让这件事情 包括跟陆委会两岸 共同来处理 让他不要冲突 跟刚刚讲底线的方向去推进 因为还要我们要完成的空间 而这不是退让 这是为了国安 国家的安全 或台湾安全来助力 好 我这个讲的部分 其实就是说 在接下来的这样的状况下 到现在还没有处理完 没有办法 刚刚讲意识形态关键 尤其在所谓的 现在民进党政府的意识形态 跟很多个人的意识形态 刚刚另外还有包括 整个媒体当中的杂音 处理的过程当中 本来就要低调 甚至只有处理完 尽可能不要泄漏 因为你一有处理之后 好不容易有达成的共识 在媒体当中 杂音说三道四的时候 又激化了很多冲突性 面子又要挂注 所以我们可以看到 在这几天 我想他后面的这种 要怎么解决 我认为还是希望 政治方面能够熄火 在整件事情上当中 稍微整个 特别是管碧林那边处理 冷却一点 主要就是因为CNN报道了 国际媒体开始关切的时候 他就降温了一点点 所以未来政治方面 特别在台湾方面 国台派也已经难得 具体点名管碧林的名字 说他冷血 没错 也就是他不是从个模糊 他本来懒得跟你对话 懒得理你 他已经受不了了 所以在这个过程里头 要注意政治降温 才可能这里解决这个问题 看到我们的回应 竟然是把手放到自己的脸上 说温度 我的体温如何 好 李喜明前参谋总长 他特别针对这次的惊吓事件 他有提出他的分析 他说短期内 台湾要小心应对中共的灰色侵犯 但不要为了一些小事发生冲突 会造成一些想象不到的后果 白话文其实就是说 要小心千万不要 因为在海上的对峙造成擦枪走火 他说金门 中国渔船翻覆事件到现在解决不了 这是中共他认为 李喜明认为说 中共自己也没有准备好 也不想做什么东西 否则两条船员的人命 中共可以做文章 让台湾灰头土脸 甚至可以直接拿下金门 但对中方来说 拿下金门到底要干嘛 我想问Ross的是 现在看到美方是静观其变 没有太大的动作 那这也是在测试中方的底牌吗 你觉得美国会跟 台湾政府讨论相关的善后吗 我觉得美国对台湾有一点不满 你觉得不满 非常不满吧 因为美国目前很忙 忙乌克兰 忙以色列 那现在美国的国安体系 军方等等 谁有时间管台湾 因为这个军门船这个事件 那美国还有时间管吗 所以我真的认为美国不想管 而且非常生气 这件事情已经拖了多久 已经两三个礼拜吧 而两岸有卸上多少次 但是还没有达成 但是还没有处理 然后到现在12次了 都还没有任何达成共识 而且现在你刚刚说 也上国际媒体 对不对 所以我真的认为 这次事件真的是带来美国头痛 所以美国现在是冷处理 当然是冷处理 因为根本没有时间 这是为什么最近对台发言的 这个次数跟频率变低了 的原因是吗 一样了 台湾选举已经办完了 对不对 我们知道下一任总统是谁 美国真的很非常非常忙 乌克兰跟一些类的事情 也是两个国际大事 那怎么可能会有很多时间 可以投入在台湾这部分 真的美国真的没有时间 而且不想拨空来管理 这么细的台海事件 那你最后请教 你觉得美国最后会 因为看不下去了 所以就会出手跟台湾这边 告诉台湾 应该赶快处理这个问题吗 我们美国根本不会这样 对不对 好 休息一下 马上回来 深入的观点 专家权威 严选议题 最专业的国际政经情势分析 环宇全世界全球旗舰版 每周六晚间9点准时开讲